我覺得大家現在要先看清楚一件事情 過去不是沒有被分為台獨藝人 或者是被網友檢舉 或者被黃安檢舉 導致影響他的生涯發展的事件出現 但這是首次 也就是第一次 我們應該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 國台辦的安峰山 直接出來講 他說對 我們這件事情是確定的 柯宇倫是被我們認定為 台獨思想的藝人 所以我們這一部片要暫緩 但是請注意 他的整個言論裡面 有帶硬也有帶軟 他說但是如果你坦白從關 你願意承認過去犯了錯誤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 我覺得第一個 台灣這邊先要認知到 對岸所用這個方法 我們沒有辦法認同 但問題是 他是非常聰明的一個方法 他用經濟來鉛制你的言論自由 那他用經濟來告訴你說 對不起 你如果要來中國賺錢 很抱歉 你某些言論只要我不同意 你賺不了這裡的錢 現在的挑戰在於 那在面對這樣的狀況之下 新一代的藝人跟導演 接下來要怎麼做 那你是要想辦法在台灣 找到更大的市場 坦白講對很多的演藝圈人士來講 最簡單的方式就進中國 可是如果中國現在下了 這麼明確的禁令 我直接講我一個聽 我一個朋友直接講他的 過去的經驗 他也是影視製作人員 那但是因為台灣找不到工作 沒有收入 他直接去中國 你知道他的動作是什麼 他直接把整個臉書砍掉 我再也不會有任何被黨查得到 被對岸的中宣部 被對岸的網友 被黃安查到的任何關於政治上的評論 從此金口不言 要殺得乾乾淨淨 要乾乾淨淨 我覺得坦白講這個東西非對台灣來講 你面對的是很聰明的強硬統戰手段 也就是這個統戰不是只有軟 他一邊有鞭子 鞭子跟你講說對不起 你只要表態支持服貌 然後支持台獨 來 鞭子打下去 不能在那邊賺錢 但有胡蘿蔔 胡蘿蔔就說如果你坦白通寬 如果你認知過去錯誤 這個是共產黨最擅長的一個做法 但這不是聰明 這是逼共的方法 不管他怎麼樣 但是你擋不住 可能你認爲聰明 坦白講的擋不住 對共產黨來講 只有有效 他才不在乎你覺得他聰明 不聰明有沒有效 有效 這所會產生一個寒蟬效應 很簡單 請問以後你是初之方 你是導演 你是其他的演員 你要不要跟柯宇倫合作 你連跟他合作都不敢 他等於是營造了一個 很大的戰場 侯孝賢也被鎖定 侯孝賢被鎖定 之前其實我們討論過 吳念珍也被鎖定 那甚至包含了 這個柯宇倫跟梁朝偉 跟其他的港台知名的演員 一起合演的電影 現在也被點名 那點名的結果怎麼樣 因為他部分已經拍完了 很有可能就整個人抹消 整個人消失 那什麼叫做柯宇倫台獨呢 坦白講 你網友是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柯宇倫如果 是因為他有一個爸爸叫柯宇正 其實不單純是這樣 柯宇倫如果你上網去查 柯宇倫在維基百科上 比較明確的資料 是他過去曾經犯過 公共危險罪跟竊盜罪 因為他為了種種原因 這他講的 燒掉了七台機車 然後後來被提起公訴 但是這是公開有載明的 但如果你有看過 柯宇倫的臉書 包含了他的動作的話 你知道他是支持反服貌的 那所以中方用的就是 那你支持反服貌 好 你反對黨的意見 所以你就是我認為的台獨藝人 他等於把台獨藝人全是 那學長你知道當時反服貌有多少人嗎 我也上場了 那十幾萬人通通都是他被他鎖定了 坦白講你只要現在 如果當時反服貌有十萬人以上 現在中方的態度就是 那如果你當時反服貌 你去中國不要被我抓到 那這就產生了很大的危機 就是寒蟬效應是從此台灣的藝人 我們這樣講 很多知名的歌唱團體 很多從台灣崛起 現在在中國主導的 甚至前一陣子 還到美國去表演的這些藝人 他從此再也不敢提任何 跟政治相關的議題 甚至如果一旦被掘出來的時候 這個寒蟬效應才是危險的 我覺得台灣這邊要好好想一想 有沒有什麼方法 提供他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否則這會被一面倒 我這樣講中方這個做法 他已經厲害到什麼程度 所有中方現在的新的年輕偶像 全部要跟共青團配合 全部你想要上春晚 你就要講黨是好棒棒 黨的政策好棒棒 習主席好棒棒 那他透過控制言論 來影響整個輿論的時候 台灣這邊如果像這樣長此以往 恐怕我們再也沒有任何 娛樂界的公眾人物願意發言 這是這種學衡的談話 但是他講的是現實面 但是真相面是 我們必須譴責這種狀況 真相面是對於反服貌的立場 跟所謂的反統一的立場的人 在台灣可以繼續活下去 不管是娛樂業 不管是電影業 不管是媒體業 不管是政界 還是有一大筆人 他們只是少數的人 所以我不贊成像學衡的 這樣的講法 是好像共產黨用壓力下來 他會把台灣的娛樂圈的人 都變成了雙面人 然後都想要賺很多的錢 然後都藏在心裡面 像林心儒那樣子要說自己不是台獨 林心儒說他自己不是台獨之後 他要面對的第一是他的生長的台灣 第二是他未來他在人生的 這個生涯做總結的時候 他的過去的檢討 那他自己負責 這件事情是價格問題 這個柯宇倫他跟侯孝賢之間的電影的關係 證明刺客念影陽當時侯孝賢拍了這麼棒的一部電影 國際之間知名 中間有共產黨的資金 舒淇 當時對當時大家認為共產黨真的是非常的去政治化 連侯孝賢都拿到中國大陸的資金 拍了一部全球知名的刺客念影陽 而刺客念影陽的這個取景的地點是在京都 這麼好的一個兩岸三地的華人 壓上了一個超越政治的一個合作的經典 本來可以讓中國共產黨在全世界人的心目當中 它是一個文創的發源的一個奇蹟之地 沒想到他在小小的柯宇倫 我講的是一個年輕的柯宇倫這件事情上 大作文章就表示他有焦慮感 他過去的做法是沒有用嘛 他過去的做法有用 他需要這樣嗎 他2006年的時候逼得許文龍先生登廣告 當時我還記得陳水扁這個前總統任內 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還去為了他的反分裂法上街遊行 反分裂法12年了 台灣是怎樣 台灣是政黨輪替民進黨又執政了 所以政治的信仰的對抗是不可磨滅的 我覺得共產黨必須被譴責 安峰山他們這些做法是對台的錯誤政策 我們要告訴你你的錯誤政策用這種手法 只能夠讓你在台灣人心目當中是沒有辦法長遠的 讓兩岸可以進入融合的狀態 至於選擇金錢的人他決定去投向統一 這是市場抉擇 但是並不是表示在台灣以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這個意向或者是這樣的主張為這個一個 基本人生尊嚴的人會活不下去 像我們很多人過去我也去上這個他們的東南電視深圳電視北京電視 我可以不上吧 我可以不要一年賺他的人民幣賺10萬塊20萬吧 聽說來賓費都非常優惡 他的來賓費非常優惡之外 他還是頭等艙給你接送了我們很多現任的立委 他們過去是不是都到深圳電視是這樣的待遇 不只是到那邊喔 對呀 其實在台灣你跟他進行連線 他的來賓費都是一般結合好幾倍 來賓費是台幣跟人民幣的距離就是 我們在台灣上節目如果拿的是台幣 他給的是人民幣 So what 我告訴你 選衡我就是一個例子 我不要收這個錢 我寧可少收錢 在台灣只要媒體好好的坐下去 只要台灣人有一口氣 我們只要有文創的概念 我們怎麼樣讓政府把文創 現在文化部有一億兩千多萬千 在公市推這個大和聚之流的這樣的一個創意 我的意思是我接受你的說法 政府要有開創這些就業或是創意的空間 但是並不表示他做的方法是對的 他做的方法是要譴責的